家暴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池了 全国各地最起码有一半的女人都受过多多少少的家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说字 轻则鼻情严肿 重则医院住院 如今这个社会追求的是人人平等 可是有些女人活得真的是平等吗 她们每天都提心吊胆地活着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惹到了自己的男人 换来的不是痛骂就是毒打 这让没结婚的我们对爱情产生了畏惧 有时候我们彼此开玩笑地说 以后找老公就要找一个身材弱小的 这样的话如果要发生家庭矛盾的话 可以少受点伤害 其实我们这样想是完全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过这样的事 一个事业稳定家庭幸福的一个女人 竟然被自己的老公活活打死 我家楼下不远有个美容院不大 但里面项目挺全的 而且收费不高 所以我和我的小姐妹经常会去那个美容院 做一些日常的皮肤保养 一来二去 我们跟那个美容院的一个经理很熟悉 他们那个店除了老板就是他说了算 所以我们有什么事都找他 他的年龄也就在不到40岁的左右 待人和蔼可亲落落大方 听他说他有一个喜欢健身的老公 身材非常好 还有一双阿女家庭非常幸福 每个月能挣将近5万块钱 可以说是富产阶级的人群了 非常让人羡慕 可就在上个月他竟然离世了 当我得知他的死亡原因时 令我唏嘘不已 上个月的一个周末 我像往常一样来到这家店做皮肤护理 因为每次都是那个经理接待我的 所以我已经习惯了 每次去做那些项目他都知道 可是这次去的时候那个经理没在 接待我的是他们店里的一个老员工 于是我就好奇地问了一句 你们店那个经理呢 平时他不是都在吗 今天怎么不在 有事休息了吗 后来那个店员吞吞吐吐地说 那个经理出事了 去世了 公安局的人刚走 我听到这些话很是震惊 我说是前几天我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会去世了呢 后来那个店员 因为我是常客 所以就跟我说了 原来是被他老公活活打死的 就因为他老公怀疑他出轨 店员说 其实他没有出轨 因为他每天两点一线上班下班 根本就没有别的男人 而且也接触不到有男的 是他那个老公太疑心了 出事前几天每天跟他发生争吵 那个女经理本身就很强势 估计也没有和他老公解释 也没有跟他老公沟通 所以就导致矛盾不断变大 最终他老公失去了理智 活活把他给打死了 后来警察到我们这里立案 我们才知道 警察说 临死前被他老公足足打了五个多小时 听到这些 我毛肱悚然 不敢相信 他这五个多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 所以说 如果自己遇到家庭暴力 无法避免的时候 一定不要和男人硬碰硬 要学会保护自己 等他出完气 一定要报警 让他受到法律的惩罚 然后与其离婚 千万不要忍让 觉得这种男人会改 他们如果会打你一次 就会打你无数次 所以 如果你真遇到这种人 首先学会保护自己 其次 与其早点分开 早离开 早解脱 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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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